哈喽,荧幕前面的宝贝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宝贝班诗歌时间 今天一开始,先让我们一起来念一段圣经的经文 在哪里呢?诗篇23篇3节 等一下秀鱼姐姐会先念一次 在荧幕前面的你,要跟着我一起念一次哦 他使我的灵魂苏醒 他使我的灵魂苏醒 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 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 哦,什么叫做灵魂? 灵魂指的就是你的灵命 那什么叫做苏醒呢? 哦,就是有的时候啊,你的灵魂,你的生命 别人从外表表面上看过去,觉得你是很OK的 可是你自己感觉你其实总是昏昏沉沉 什么叫做昏昏沉沉呢? 就是有时候当别人,不小心说错话了 然后伤害到你了,你就觉得很生气 你就觉得你很斤斤计较,你不想要原谅他 哦,可是这个时候突然你想到了 哦,我要原谅他 你就愿意放下了 你放下对这个人的埋怨 你不再计算他的恶 哦,这个就是苏醒 就是你好像醒过来了 还有呢,就是有时候你明明就是你自己做错事情了 你可能像他这个小男孩一样 你打破了一个花瓶 哦,可是你呢,很想要找理由 你说我没有错,有错的是你 是你把这个花瓶放在这里 才害我撞到了 哦,可是突然 你的想法改变了 你愿意悔改 你勇于的认错 你说对不起 哦,这个就叫做苏醒 还有呢,为自己的名 引导我走义路 什么叫做义路呢? 义路通通都写在圣经里面 有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呢,你常常你想到的就是我 我自己 哦,我们想的都是 这个是这个是我的 我要拿 我要越多越好 可是什么叫做义路 义路就是你会为别人想 哦,你会给 你会给出去 你会觉得我好想要把圣经里面说的真理就叫做 师比导师比导 更为有福 把他行出来 哇,这个就叫做义路 这是一台钢琴 钢琴被人叫做乐器之王 哇,小提琴的音色 在悠扬当中 又透着高贵 令人深深的着迷 这首诗歌叫做耶稣恩友 在这个世界上 他已经被传唱超过150年 今天我们要让钢琴还有小提琴 为我们大家来演奏耶稣恩友这首诗歌 那小提琴的就是维红哥哥 在荧幕上面等一下也会出现有字幕 那个就是歌词 大家要记得跟着一起唱哦 愿这首诗歌 让你的灵魂苏醒 引导你走义路 看到吗 他就开始唱的那一半 手转 manipBoth ��면他到这首诗的歌 曲沟通 16兰间 是 张点 是 refin 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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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安哥哥还为我们大家演唱了独特的一人的四重唱 哦 一二三四哇 一个人可是却唱了四个声部 这个就叫做一人的四重唱 哇 那个和声真是优美 让人意犹未尽 今天我们换换口味 变成是妇女的二重唱 哇 是天使歌手汪慧心 还有汪爸爸要来唱这首耶稣恩友 等一下你会听到歌词里面有亲或离我 有或弃我 哦 这个亲指的就是你的亲人 你的家人 有呢 就是你的朋友 亲人也许会离开我们 朋友或许会抛弃我们 有的时候你的人生就是这样 有时候我可以跟你很亲近 可是有的时候 死亡就来临了 有的时候在人世间 你跟这个人可以当很好的朋友 可是有的时候呢 他就不要你了 到最后谁才是你真正的好朋友 答案就是祖耶稣 其实当我们遇到很多的困难的时候 我们会想到 我们会想到我们要去找我们的朋友 找我们的老师 甚至你会去找语言治疗师 职能治疗师 你找这些人都是很OK的 可是有没有一位全能的主耶稣 是你一直忘记去找的 你没有去亲近主耶稣 你没有去亲近主耶稣 那很可惜呀 主耶稣 是你最好的朋友 他永远都不会离弃你 我们来欢迎天使歌手 汪慧欣 还有汪爸爸 来唱这首 耶稣恩友 我们来欢迎订阅歌手 着唱这首 耶稣恩友 耶稣是我的你要台 mixed seguir 汪友 打到我的一个 MikйHome 我们这里的小王子 带你当作者兼修 做到第二次一期 做到总统帮忙着 也因为讲得了日期 大雨的不久天秋 雪風流了不久 我遇上高雅天草 主当时我必须出河 来到我的天下 起过的摇摇摆起我 来到我的天下 在一步我都别模糊呀 我都别模糊呀 我都别模糊呀 刚刚的影片当中 是天使歌手汪惠心 还有汪爸爸 他们一起合作唱的二重唱 在影片中我们也看到了 有汪家的全家福 哇这个就是在鼓励爸爸妈妈们 要去当你孩子的最好的朋友 在圣经以福所书六章四节说到 不要惹儿女的气 这个就是在说父母应该要按照主耶稣的教训 还有警戒去教导养育儿女 可是你千万不能在很愤怒的情况下 对孩子使用暴力 这个暴力就包含了有肢体的暴力 有语言的暴力 还有眼神的暴力 还有在诗篇一百二十七篇三节 也有说到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 这个就是在说孩子 是有血有肉 有感情有灵的活人 父母要尊重孩子 要保护孩子 也要学习聆听孩子的心声 千万千万不能拿别人家的孩子 来跟自己的孩子比较 因为每一个孩子都是特别的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部短片 他的名字叫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朋友 阿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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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各位宝贝们 我们今天再来学一首 兼具优美和振奋人心的 国老诗歌 有福的雀句 Blessed Excellence 这首诗歌是由一位美国人 创作的 而且很特别哦 它是一位美国的女诗人哦 她的名字叫做芬妮考斯贝 而她一生的故事更是让人感动了 那我们就再来搭乘古老师哥的探索列车 来听听这位美国女诗人芬妮考斯贝她的故事吧 1.儿时的不幸 芬妮考斯贝 芬妮J.Crosby 在1820年3月24号 生于纽约普兰镇的一个穷苦的家庭 她刚诞生的时候 原本是一个很健康的宝宝哦 但是没有想到啊 一件令人难过心碎的事情 在日后降临在芬妮考斯贝 以及她的家人身上 当她半个月大的时候 芬妮考斯贝她感冒了 宝贝们 感冒好像是一件很小的事情 但是对出生不到一年的宝宝来说 会造成很严重的影响 而芬妮考斯贝 她不幸的在她感冒之后 随即就引发眼睛的发炎 而当时在他们城镇里面 唯一一位合法的医生 她竟然不在 哇芬妮考斯贝 她的家人非常着急啊 这该怎么办才好呢 唉 他们只好找了一位 用医来为芬妮考斯贝治病 唉宝贝们 什么是佣医啊 佣医就是没有合法行医执照的医生 他们的医术也不高明 但是啊 你们知道吗 芬妮考斯贝 他们的家真的非常的穷 又找不到合法的医生 只好用这样的方式 看看能不能治好芬妮考斯贝的病 宝贝们 你们觉得那位医生能够治好芬妮的病吗 答案是没有 芬妮的病不但没有被治好 而且还怎么样 那位用医还用错药膏 她竟然把擦烧烫伤的药膏 涂在芬妮的眼睛上 哇 一瞬间 芬妮的眼睛像是 哇 着火一样耶 哇 感到非常非常的疼痛 她眼睛表面的眼角膜 就被灼伤而节俭 从此 芬妮考斯贝 她的眼睛 完全失明了 二 祖母的陪伴 哇 宝贝们 这样的打击 对他们家来说 非常的巨大 而且更糟糕的是 芬妮的爸爸 在她不到一岁的时候 就不幸过世了 这对他们家人来说 更是痛苦不堪 雪上加霜 因此 芬妮考斯贝的妈妈 每天就肩负着 生活的重担 辛辛苦苦的工作 来养育她的子女 而芬妮考斯贝的祖母 也非常用心 照顾她的孙女们 因此 芬妮考斯贝 从小就由祖母扶养长大 哇 祖母对芬妮的照顾 非常的用心耶 虽然小芬妮 她现在看不到了 但是祖母会用别的方法 让小芬妮 体会这美丽的世界 宝贝们 现在奇安哥哥也来邀请你们 一起来体会一下 芬妮考斯贝 她所感受到的世界吧 那我们现在就把眼睛闭起来 安静自己的心 我们跟着影片 一起来感觉一下哦 那爸爸妈妈们 也可以来协助 配合影片里面提到的东西 像是有花朵的盆栽 还有电扇 一起帮助你的孩子们 一起来体会一下 影片所叙述的感觉哦 那宝贝们 你们准备好了吗 那就开始 芬妮的祖母 带她用耳朵 聆听春天的鸟鸣 用鼻子 闻夏天 花朵盛开的花香 在秋天 荡着秋千 感受微风 轻轻吹拂 她的脸庞 在冬天的时候 生火 感受火光的温暖 甚至 让芬妮想象 奥奥妙的宇宙 星星 在她的心中闪烁 好了 宝贝们 现在可以张开眼睛咯 哇 有没有很奇妙 我们把眼睛 闭起来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 可以听得更清楚了 其他的感觉 也更明显了呢 上帝赐给芬妮 更强的听觉 触觉 嗅觉 味觉 赐给她一个 与众不同的世界 祖母 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 她 除了带芬妮 感受这个世界之外 更让芬妮体会 上帝的爱 她常常带着芬妮 认识圣经 并让她背 诗篇 真言 雅歌 等等的圣经篇章 为养芬妮 灵良 让她认识这位 奇妙 伟大的上帝 渐渐的 圣经的话 也带给芬妮 非常多的感动 因此 她开始创作 许多的诗歌 来赞美上帝 哇 祖母对芬妮的影响 真的好深厚哦 虽然芬妮失明了 但是祖母 却是她 鼠林的眼睛 三 化妆的祝福 不过 其实芬妮的家人 从来没有放弃寻找 治疗芬妮眼镜的方法 在芬妮五岁的时候 他们终于得到一个 治病的机会哦 他们带着 两年来 累积的金钱 还有希望 大老远 来到纽约的一所医院 但不幸的是 医生在检查完芬妮的情况之后 也纷纷表示 他们无能为力 没办法治愈芬妮的眼言 他们只能失望的回家 在回家的路上 芬妮 她站在船头边 感受着阳光灑下来的温暖 这时她深深深刻刻的明白到 虽然她一辈子都不能看到 但是上帝的爱就像是暖和的阳光 时时刻刻都照亮着她 温暖着她 当祖母知道 芬妮她再也没办法重建光明之后 哇 她的内心真的也非常的难过 但是很快的 祖母也转而向上帝求告 而这也建造了芬妮对上帝的信心 她明白 或许上帝不会治好她的眼睛 但是必定会赐给她更大的恩典与慈爱 因为芬妮考试辈 她双眼失明 在当时没办法就读普通学校 但是盲人学校又非常的昂贵 所以她一直没办法念书 但是芬妮她信靠上帝 她相信上帝一定有办法让她可以受教育 在经过好长的一段时间祷告之后呢 终于在她15岁的时候 上帝应允了她的祷告 有一天有一位陌生人 从波士顿来到纽约进行考察 她偶然间看到了芬妮考斯辈她写的诗 她又听说了芬妮考斯辈她的故事 哇 这位陌生人非常的惊讶 也非常的感动 因此决定帮助她 终于芬妮考斯辈她得到了这样的机会 能够进入纽约州立盲人学校 在学期间芬妮她也展现了她创作诗歌的才华 她六次得到诗歌创作的奖项 从此之后她就成为了一位女诗人 毕生都投入在诗歌创作之中 她也成为了一位优秀的老师 甚至与一位同样也是盲人的男老师结婚 过着45年美满的婚姻生活 寶贝们 你们还记不记得芬妮考斯辈她在五岁的时候 虽然确定了她再也看不见 却感受到上帝满满的慈爱的故事吗 那时的她曾向上帝祷告说 就是在这件事之后呢 她有了无穷的灵感 创作了一篇接着一篇的诗作 她一生写了很多诗歌 宝贝们 我们来猜猜看 她到底创作了多少诗歌呢 嗯 我们想十首就已经很多了对不对 哇 芬妮她不是创作十首歌而已哦 她竟然创作了八百首 八百首诗歌耶 哇 真的是非常的多 而且她是随便创作的吗 不是耶 她是用她的心来创作 而且每首诗歌都是对上帝的赞叹与感恩 芬妮考斯辈她很长寿哦 她活了很久 她在过九十岁生日的时候 她说出了一段感言 她说 宣讲救恩所带给我的喜乐 超过了任何事情 现在我九十岁了 我对圣经及真理的坚定与渴慕 仍胜过我十九岁时那般热爱 因为认识上帝越久 越发现信仰的宝贵 因为知道上帝所赐给她的 远远超过她所求的 她的生命也越来越喜乐 至于她那双失明的眼睛会影响她的生命吗 在生理上 确实会影响到她的生活 事实上 当那位庸医因为用错药 而让芬妮失明之后 哇 她就非常非常的对不起芬妮 她也没有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但是你知道芬妮是怎么想的吗 她说如果有一天能够再度遇到那位医生的时候 她就要告诉她 谢谢你让我看不见 诶 为什么芬妮她会这样子说呢 哦 原来芬妮她从来不怨恨那位医生 因为她相信上帝在她的生命当中预备了很奇妙的事情 就是使瞎眼的她看见神 在灵命上她有颗鼠灵的眼睛 可以看见上帝的宝贵 宝贝们 听完了芬妮考斯北她的故事之后 是不是非常感动呢 我们也发现 祖母对芬妮考斯北的影响和帮助非常深远 她引导芬妮的生命归向上帝 我们看见了反而是老人家影响了小小孩的生命 真的有许多老人家的生命是非常美好的 我们也要珍惜他们带给我们的祝福 也愿宝贝般的孩子们以及爷爷奶奶们能够成为彼此的祝福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认识一下这首诗歌的内容吧 我们先来看第一节 有福的却聚 耶稣属我 我经得仙长主荣耀喜乐 为神的后寺 救赎功臣 由圣灵重生 保写喜尽 这是我信息 我的诗歌 赞美我救主 昼夜唱和 这是我信息 我的诗歌 赞美我救主 昼夜唱和 第一句话的有福的却聚 却聚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很有把握的意思 很有把握什么东西呢 芬妮在这段歌词当中写到 她最有把握的事情 就是耶稣属于她 为什么她相信耶稣属于她呢 因为借由耶稣的宝血 洗尽了她的罪 救赎了她 也借由圣灵 她可以重新获得新的生命 成为神的儿女 芬妮深刻地感受到上帝给她的恩典 尝到了上帝荣耀的喜乐 因此 芬妮要透过这首诗歌 来告诉我们上帝的恩典与慈爱 副歌说的 这是我信息 我的诗歌 诶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可以来看看原版的歌词 这是我信息 的英文歌词是 This is my story 意思就是 这是我的故事 她的故事就像是美妙的诗歌 诶 为什么她的生命就像美妙的诗歌呢 我们可以接着看下一句 下一句歌词是 赞美我救主 昼夜唱和 芬妮她要成为她生命故事的歌颂者 赞美上帝的人 歌颂上帝拯救她 赐给她美丽的生命 她无论白天或是黑夜 都要来赞美上帝 我们来看第二节 完全的顺服 快乐无比 有福的意向显在我心里 天使带信息 由天而来 报名主怜悯 述说主爱 这是我信息 我的诗歌 赞美我救主 昼夜唱和 这是我信息 我的诗歌 赞美我救主 昼夜唱和 第一句提到的顺服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听话 诶 要听谁的话 哦 要听天父爸爸的话 而且我们不只是顺服一点点哦 而是要完全的顺服 要一直不断的顺服 但是我们常常喜欢听话 顺服上帝吗 不会耶 但是很特别哦 这段歌词告诉我们 只要完全的顺服上帝 就会得到他永恒的喜乐 芬妮的眼睛虽然失明了 但他却没有埋怨上帝 反而顺服上帝的带领 在他的心中 他就看见了许多的祝福 而这些祝福 也透过从天堂来的天使 带到这个世界上 要告诉世人 上帝的慈爱与怜悯 于是芬妮就不住不住的赞美上帝 你们看 这位完全看不到的芬妮考斯贝 他都每天每夜这样赞美上帝了 那我们呢 我们是每天赞美上帝 还是每天抱怨呢 愿我们都能够学习他的榜样 天天赞美神 芬妮考斯贝于1915年过世 享年95岁 但他所创作的诗歌 到现在仍然与我们说话 向我们传唱 许多的牧师 布道家 常常会引用他的诗词 他的诗歌 带给我们许多的安慰与鼓励 也帮助许多人相信耶稣 那我们现在就一起安静心 用我们的心灵与诚识 一起敬拜上帝 我们一起来唱这首 有福的确据 有福的确据 入宏也记住我 我们Com 智随它 下来做足时间 草耳钰 你 为神的好似 作曲功臣 保身面重生 保全世纪 这是我心情 我的时刻 赞愿我救助 作业救党 这是我心情 我的时刻 赞愿我救助 作业长恨 我全体神不快乐无敌 有福的音响 写在我心里 也只是在心心 让天而来 何必就愿意 出所主乃 这是我心情 我的时刻 赞愿我救助 作业长恨 这是我心情 我的时刻 赞愿我救助 作业长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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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生命中生有些邪迹 这是我心情我必须的 但愿我照顾这也长得 这是我心情我必须的 但愿我照顾这也长得 这是我心情我必须的 赞美我救助这也长得 这是我心情我必须的 赞美我救助这也长得 这是我心情我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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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奇安哥哥带来芬妮考斯贝的故事 还带我们一起唱了有福的雀句这首诗歌 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做今天的结束祷告 要记得在一幕前面的你要把手合在一起 眼睛闭起来 秀宇姐姐要来带大家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谢谢你 你是我们的灵魂苏醒 引导我们走一路 主耶稣 我们知道 你是我们的好朋友 即使身边的家人朋友 可能有一天都会离开我们 然而你却永远不离弃我们 你永远与我们同在 谢谢你 求你也让我们在困难中可以常常想到你 主耶稣 也求你帮助我们所有的爸爸跟妈妈 让爸爸妈妈可以学习成为孩子最好的朋友 这个很不容易很需要有从你而来的智慧 但是相信你会帮助我们的主耶稣 也谢谢你让我们听见了芬尼考斯贝的故事 他虽然眼睛失明 可是他从不埋怨上帝或是他身边的人 反而他更明白了 上帝的爱就好像温暖的阳光 会永远的照耀他温暖他 所以他就愿意顺服你 赞美你 也求你帮助我们有这样属灵的眼睛 可以看见上帝的宝贵 让我们的生命每一天都更喜乐 谢谢主耶稣 小孩这样祷告 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一起说阿们 好 那我们今天的诗歌时间就到这边咯 我们下次见 拜拜